各位朋友 大家好 上角今天要和大家講有關 觀音菩薩顯然的時跡 和大家分享有關 范仲淹他自己為 他的亡無超度的感應個案 這個資料是取自觀成法師的 廣結善言裏 話說范仲淹是 北宋初年著名的政治家 和文學家 他曾經做過副載賞 他所作的惡陽樓記 充分體現開闊的胸襟 和遠大的抱負 其中有名句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不只受儒家的推崇 還以他的崇高的為境界 成為歷代至是人人 理想人格的目標 范仲淹在蘇州做過虎雲 曾經有一段為母親超度 而感應觀世恩菩薩的紀錄 這個紀錄是記載在 《靈山聖跡》一本書裡 同時記錄在清朝周克服的 《金剛經》《慈驗記》卷下 現在跟大家說一下內容 話說某年范仲淹的母親去世了 過了三七的時候 他夢見母親在夢中跟他說 我在小時候喜歡吃肉 做了不少殺業 現在在泰山冥府濟樓 日直受苦 我的兒子 你掃來也孝順 請你為我誦功德經超度 你千萬不要遲疑 如果我一旦入了地獄 就要千劫萬劫才能超生 臨離開的時候 范仲淹的母親還跟他說 功德經即是金剛經 范仲淹醒了之後 立即齋戒無辱 去圓墓山蟬子 功請幾十位僧人 讀中《金剛經》七天 去超渡他的亡目 直到第六天晚上 范仲淹又夢見母親跟他說 因為你的智成禮慘 感應了百依大事 他降凡塵、慈驚半卷 現在我不只可以滅罪 還能夠生天 佛力真是不可思議 在第二天 范仲淹等所有法事完滿之後 請問各位僧人 你們有哪位是支持過 半卷的《金剛經》的呢? 當時各位僧眾都很害怕 都說罪過罪過 我們出家人中經一定要如數中緣 怎能夠支持半卷的呢? 但當時旁邊有位僧人 很從容地說 昨日大家念經的時候 我剛巧站在後面 默念了經文去到第十六 大人剛剛出來裝香 我就立即回廚房做事 現在大人問及我才這樣說 當時泛民證供聽到之後 知道這個山僧並非普通的出家人 而是觀音菩薩化身 於是立即下拜 只看到這個僧人立即向後推 而且一直說莫莫說了兩個字 意思是說不用了 說完之後忽然間就不見了 大家看到這樣的情形都很驚訝 這個僧侶原來真是觀音菩薩的化身 後來范仲淹為了紀念這位曾經說過 莫莫兩個字而隱瞞的僧人 在這個原木山子旁邊 就創建了莫莫善房 同時有一個碑文寫了紀念那次靈異的事跡 所以各位很多人不明白 先人過去我們為何要為他做法事 其實是可以超渡他們的亡魂的 希望大家了解之後 就不要認為做這些佛事是一個迷信 多謝你們收聽